今天的指数的调整的方向的是双创 就是创业版指数和创业版物龄指数 那这两个指数的调整 还是因为近期赛道股涨得比较凶 今天出现了调整 比如说像宁德和比亚迪这些 今天就是一个冲高回落 效忽下列 其他的整车里头的 像长安汽车这些也突然调整 第二一点 今天的成交量跟昨天比 倒也没有显著的缩量 主要原因是 紳士的成交量今天比较大 应该说紳士今天可能多空 双方是有所博弈的 是方量的这么一个状况 今天个股还是活跃的 个股的上涨情况还是比下跌的多一点 那么从个股的表现里头 可以看到 现在个股还很活跃 对吧 还是有不同的这个资金的在推动一些个股的表现 这个操作的机会呢 比较多 但是呢 就是要节奏 要拿捏的比较好 对热点的延续性 表现的能力 又要判断 从调整的方向呢 可以看到的市场是有些问题的 就看指数的没啥问题 但是呢 看调整的方向 特别是呢 从隔股切入 再去看相关板块 是有点这个需要呢 警惕一点的地方 这里头呢 我觉得几类 一类呢 就是新股的表现 最近的新股呢 表现算好的 从五月份呢 就没有新股破发 一直延续到六月份 也没有新股破发 那这个所谓的没有新股破发呢 不包括北交所 北交所呢 因为太少这个投资质了 门槛高一点 马上呢 就少了很多冲动性的交易 马上呢 就有点不够 不够这个接含的 北交所呢 是有破发的 昨天呢 也破发了一次 那今天呢 是出现了 科创版的新股破发 跌了百分之十左右 主要原因呢 还是半导体方向上面呢 又给的股子呢 比较高 大概六十倍P 这样的发行的 然后呢 科创版呢 又比创业版的少了 有那么一些投资者 所以呢 在新股的敏感度上面呢 最敏感的是北交所 次敏感的是创版 然后呢 才是主板 这个创业版这边 所以呢 今天呢 有个信号呢 就是科创版这边呢 又有破发的 那跟着呢 另外一个现象呢 就是在跌伍榜前列里头呢 可以看到 新股的炒作难度很大 昨天呢 五间的时候呢 跌伍榜前面呢 也都是刚刚上市的新股 就带C的 就投五天里头的 今天也一样 然后呢 这两个带C的 往下一看呢 你还能够看到呢 近端的刺新股 特别是主板呢 如果打开掌定板之后呢 也一般有个向下的 找支撑的一个国藤当中 所以新股的炒作呢 还是要小心 现在机会不是很多 第二一个呢 就前期的腰股 普遍的处在出国当中 这个可以很确定的是 处在出国当中 他就是七拉 累积了巨大的涨幅 然后呢 就掌握主动权了 然后大规模的对岛 又多 也又空 总之呢 就是你看了 他就满意了 你伸手了 他就给你点赞了 就这样 他怕的是 你连看都不看 你连看都不看呢 他折腾半天呢 就没啥效果 对吧 你看了 你伸手了 他怎么都给你点一下赞 那这里头呢 是比较凶险的 比如说呢 像那个世宝 那票呢 从上市第一天就腰 一直腰这么多年 很罕见 是一个老腰股 像中风汽车这种呢 就是经典的腰法 就是在一个主题 投资里头呢 炒边缘的品种 炒得很凶 这是经典的一个腰股 这个腰的路子 出腰的方式 就是在一个热门主题当中呢 炒那些不靠谱的 然后炒的 很厉害 这是 这部分呢 是有一定风险的 那第三一个呢 就是赛道股呢 何去何从 何去何从 那今天呢 在第五榜前列里头呢 是可以看到 表现最好的赛道股 有出货现象 那你去看 那跌幅在百分之十附近的 然后呢 刚刚创历史新高的 这两个指标 对吧 一个指标呢 跌了将近百分之十 这幅度不小 这套着了 肯定有点 着急 第二个指标啊 林老师加上去的第二个指标 就是赛道股当中的超级强势股 怎么衡量它的超级强势股 它这波上来创的历史新高 那还不是超级强势股 对吧 有些呢 只是回到了前期的某个位置上面 比如说像明德时代 它也就回到五百五这一代 离它的历史高点六百九 还有点距离 对吧 而且这个距离呢 是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距离 但是呢 有一些 它是这波呢 微型上来以后 直接创新高的 但今天呢 有个别品种 出现了高位的放量 出货现象 这是我